每一次当我们在唱诗歌敬拜神的时候 如果你里面根本没有一个可慕就是 神 我要遇见你 我要经历你 我要触摸到你 如果没有这个的可慕 那我们只是在唱歌而已 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一个宗教 它不是只能够给我们很好的道德 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去怎么样管理人生 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 是复活的耶稣 是有位格的 如果今天我们信主到一个地步 我们认为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 好像没有差 有一点怪怪的 因为这个神是 每一次当我们闭上眼 举起手全心地渴慕祂的时候 祂说我们亲近祂 祂就必亲近我们 祂会彰显祂自己的同在 你会感受到祂的爱 你会在祂荣耀同在中被恢复过来 这就是我们的神 如此真实美好的神 相信的说阿们 今天神已经在全地在做一个更高层次的恢复 就是恢复敬拜 再一次跟我说恢复敬拜 祂正在全地恢复 祂百姓对祂的那种敬畏跟敬拜 就是再一次把神当作神 你知道这个东西在过去的两三年 在疫情中已经从教会中被魔鬼偷走 或许在我们的教会很多人回到当中 我们也有很好的讲员 我们有很好的牧者 我们甚至可以邀请很多外地外国的讲员来 但是是否今晚我可以鼓励弟兄姐妹 让我们不要满足在这里 今天晚上让我们是否可以全教会 跟神有一个的呼求 就是神恢复我们对祢的敬拜 恢复我们对祢的渴慕 我们要再一次有祢的同在 让祢的同在再次重新成为我们心所追求的 让我们每一次在闭上眼来敬拜的时候 我们就是对祢说 神我们要遇见祢 因为祢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 Amen 而多少人你相信当我们恢复这样子的渴慕的时候 神必定会向我们彰起祢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